比利时东部莫兹河畔的乔治区 则发生了载客火车和货运火车相撞的铁路意外 官方证实一共有三个人死亡 四十多人受伤 这起意外发生在当地时间 星期天晚上十一点左右 一列来往穆斯克隆和利尔 载有四十名乘客的客运火车 经过莫兹河畔圣乔治区时 失控和另一列在同一轨道上行驶的货运火车撞个正着 强大的撞击力导致货运火车 其中两节车厢脱轨 消诊单位到场救援 当局证实三名乘客当场断气 另外有四十多人受伤 确切的噪音还有待当局深入调查